其實一進旋觀開始 就必須把那種 比較簡潔時尚的法式風格 還要帶點休閒味道的感覺 一進門的印象 就要很強烈的表現出來了 對 沒錯 從旋觀區的表現 一開始映入眼鏈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隔屏 那就是說 避免說我們大門一進來的時候 直接看到我們屋主 在客廳活動的景象 所以是用一些隔屏部分來擋 再來就是有一些風水上的考量 有一些什麼樣的煞 然後如何去化解 所以隔屏的中文性就會一難而生 隔屏的展現 當然就是由屋主他的喜好 來做發想 有些花藝類的表現 蝴蝶來做隔屏的一個展現 OK 但原理上隔屏必定是隔屏 所以不可以太直接穿透 所以我做一個半穿透 讓它透光不透影的效果 之後會讓這隔屏 它的概念印象 連接到我們的立屏的玄關的部分 這樣子大理石的拼花 很精緻而且有法式的優雅 接下來在客廳當中 其實看到你的沙發背牆 我的感覺就會跳出時尚的感覺 客廳我們主要的沙發背牆 我就運用了三種不同的線板去拼湊 拼湊完之後 我再把剛剛在玄關路口處的 立體斜邊的鏡面表現 把它納入進來 所以我也不是把它做到滿 大概輕量化的點綴幾個樣式 中央主題牆的部分 我就帶一個最主要的立體的一個線板 你看我們現場放置的是藍色系的沙發 對 那藍色系的沙發 也許跟大家印象當中 所謂法式風格的一些古典派的家具 可能不太一樣 但畢竟客戶的需求為最大的考量 那畢竟這是淡水 我們有山景有海景 所以必須把休閒意味 納入在我們的家具的版設當中 所以一開始藍色就是設定好 那要如何跟法式的風格去結合 例如說像我們線板 一開始線板是帶法式的意味 那我就把沙發的藍色系的元素 我把它拉上去 所以我會刷一些比較斑駁的藍 那個漆是手工刷上去的嗎 對 手工 沒有手工不會有那種斑駁的感覺 對 所以因為這個藍色 就讓你的背牆跟沙發有了 對 有了一個連結 關聯性 對 還滿巧妙的 對… 其實我們擺設邊界的地方 有一支還滿大的柱面 對 通常我們都會想辦法去修飾它 所以我在壁面的部分 我也帶了一個立體的線板 我們再做一些飾品的展現 有效的就可以把那支柱子 給消除掉 藍屋組的部分有一個很大要求 就是它要石木地板 它要指定為石木的幼木地板 幼木地板的顏色跟我們 它要的一個法式風格的顏色的表現 其實會有一些抵觸 大部分的法式會是拋光石林磚 或者是大理石 對 OK 對 其實它有一些抵觸 所以我就跳了一張橘色的沙發 然後希望能跟我們周邊的物件 能夠一起串聯 對 這樣可以有效消除 而且你覺得有突兀的地方 其實你的設計 認證聽起來有很多地方 是經過了審慎思考的 對 OK 來 接著我們看一下 關於這個客廳空間跟餐廳空間 你所做的電視主講的部分 OK 大家印象當中 法式風格一定會有一些壁爐的展現 在我們台灣其實是不需要壁爐的 但是壁爐這個元素必須要納入進來 所以我就把這個元素 放在我們的客廳的電視牆 也因為必須要有電視牆的功能 所以我就照一個比例要做一個放大 其實我知道它是區隔客廳跟餐廳 餐廳那一面應該也還有它的功能 對 沒錯 總之我覺得在這一個很等比例 然後又功能性很強的電視主牆面當中 我看到了屋主它的收藏品 真的很精緻 對 真的是從旅居各國 所帶回來的藝品 對 然後另外在餐廳那邊 可以看到它收藏了很多的一些杯子 還有一些收藏品 好 這是你空間界定的第一個 你可能是用壁爐界定客廳跟餐廳 對 還有另外的方法嗎 有 就是接下來 我們看我們天彎板的部分 我們天彎板你會看到 原因算是會有一些 比較複合式的線盤用 我們這次做的不是單層的線盤 是用了好幾層的線盤 去組合串連起來 那你會看到有一些橫的骨幹的部分 那些就是它們原本結構糧的部分 那剛好又利用這個元素 把每一個區域給劃分出來 原有結構糧不僅巧妙運用 來界定客廳 餐廳 玄關及吧台區的位置 在靠窗的地方 還特別劃分出窗景的天花板區域 更在圖騰造型上擁有呼應窗外景色的 大自然花鳥元素 就要來看就能夠營造型的 直接拗急